鏡頭轉回臺灣 中華職棒最多勝投的投手 統一師都督潘威倫 今天在臺北大巨蛋舉辦隱退賽 球團更請來潘威倫的好朋友 楊建福開球 傳奇洋將布雷 也現身 一起見證都督的最後一戰 而明天 潘威倫會回到臺南大本營 舉行隱退儀式 穿著統一師十八號球衣 或換上一張三千零八十元的票 送的國家隊十八號球衣 來自各地的球迷 要在臺北大巨蛋 親眼見證 嘟嘟潘威倫的最後一戰 是三連霸的那一刻 像那個蹲下來振臂的那個畫面 那個還是最令我印象深刻 因為我從國小的時候就很喜歡他 然後就是一直支持他到現在 史上最多的一百四十九勝 三百三十九場先發 乃至兩千三百八十三支被安打樹 一百四十六支被全壘打樹 潘威倫二十年內所創的紀錄 很難超越 生涯最終戰也是大巨蛋的初次 先發登板 可能是第一百五十勝 總教練李岳平說全隊會全力以赴 我希望他去享受每一顆球 瀟灑的去投他的球 站在大巨蛋也是他在十棒圈打滾二十多年 第一次站上這個球場上去表現 我相信他也會很澎湯地去面對 比較沒有機會可以看到 然後都在正式比賽上站在投球上面 投球的畫面 然後這個畫面我相信 對我來說會留在我腦袋裡面一輩子 師隊退役球星劉福豪 二零零六到二零零八 效力師隊的傳奇洋將布雷 潘威倫的好友楊建福都到場 阿福更因為要擔任開球嘉賓 一個半月前就像在中國 執教的球隊告假 他今天有這個成就 我覺得他是很努力的去付出 然後也很照顧自己的身體 感謝他自己吧 因為他永遠都不放棄 我告訴你他很誇張 因為他在這個球場中 在21、22年中 在這個球場中 這很瘋狂 對隊友和其他隊的球員來說 潘威倫沉默謹言盛行自律 二十年來始終如一 這場隱退賽師隊和臺岡雄英 全穿上十八號球衣向他致敬 記者林曉惠 沈志明台北報導